說到中國大陸的這個五代機 就要講到殲20了 印度的退役空軍 這個叫做喬普拉 他特別說 2035年到2038年 中國大陸會擁有500架的殲20 那中印之間空軍差距拉開15年 才15年嘛 應該更多吧 然後呢 其實沈陽 飛機工業集團 在2030年前 這個殲20總數 也許就已經來到500架了 然後呢 再來看到2030年前 殲35也會來到200到300架 所以加起來呢 其實也會至少到三五年的話 會有一千架這些 隱形的戰鬥機 我想問一下 將軍怎麼看 中國大陸造軍艦 還有造飛機的能力 都是非常強 最近還有包括20架暈20 整齊的排列 那未來也很快會突破100架的規模 暈20要特別介紹一下 光是20架的暈20 就可以把28輛的這些 AA99A的坦克 還有28輛的04A的部戰車 去投送到千里之外的戰場 這個暈20你既然提到的話 你記不記得東加 這個前年火山的時候 第一個去幫助他的國家是誰 中國大陸啊 就中國大陸 他用什麼飛機去 就是暈20 他可以從中國大陸 飛到東加那邊 澳洲沒去中國去了 就去救災了 美國那時候還沒有到 中國就已經先到了 第二個就是幫助南斯拉夫 現在叫什麼 塞爾維亞吧 這個把這個 飛機 飛彈 它的防空飛彈 對賣給塞爾維亞 也是用運20就送過去 通襲嘛什麼 對 它是6架的運20 就把這個飛彈運過去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知道 它的飛行的距離 跟它的運量 我們就可以判斷的出來 那我特別講 這個殲20現在來講的話 它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它換裝窩站15的引擎 它現在是窩站10嘛 對 那如果說換裝窩站15來講的話 可能一般我們聽眾 會覺得說這個飛機引擎有這麼重要嗎 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它換裝窩站15來講的話 它可以更省油 更省油代表意義就可以飛得更遠 第二個可以飛得更快 然後可以攔截的距離更遠 所以印度講這個話 我覺得印度 他們自己的光輝號戰機 這到底在哪裡 不是在哪裡 我跟你講 它很有意思 它不是自己製造了一張航空母艦嗎 但是它準備起降它的光輝號戰機 後來它發現它那個起降機 太小了 光輝號戰機放不進去 所以它就去買法國的陣風 所以會不會只隔15年 我覺得這可能 現在來講的話 可能還高估了自己 印度人還高估了自己 對我想問一下那個 因為殲20換了中國新 那也被說短板變成了強版嗎 對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 美國來講我們現在經常聽到一個新聞 就是美國的B5車轟炸機 會逼近中國的領海 那如果說是換裝殲20 我知道現在的數據 它大概的起飛速度到 可以攔截到1000公尺 1000公里 那如果換裝千 窩戰15的話 它可以攔截到1500公里 那麼遠 所以說對美國來講的話 你這些轟炸機來講的話 你就不容易逼近中國的領海 第二個就是時間上的問題 就原來美國如果說我們作戰講就三個因素 一個力 一個空 一個死 時間 空間跟力量來講 那在這三者來講 如果說是換裝窩戰15來講的話 它可以飛得更快 它原來預計你要一個鐘頭可以飛到的地點 它45分鐘就飛到了 所以對你對敵我雙方的研判來講的話 就有很大的影響 第二個它可以攔截的距離更遠 對不對 這是空間 那力量來講的話 會不會說它可以增加它的這個 在彈容量我就不敢多說了 因為畢竟隱形型的戰機 你不要破壞它外面的輪廓 但是它可以搭配什麼 搭配後續的殲-16 那些炸彈卡車式的飛機 對敵人來實施 防空的一個攔截作戰 對 的確 中國大陸有很多高低的搭配 更別說呢 殲-20也會有中程撩機 雙座板出現的話 那也是很強 還有很多中程的無人機的撩機 這都可以形成高低的搭配 中美的博弈呢 海軍真的是也很重要 中國大陸重返了海權大國 而且很多領域呢 是有後發現制的優勢 我們來提提看呢 福建艦 它是一個非常新的航空母艦 來看到中國大陸的福建艦 其中上面的雷達呢 有32面的相控陣雷達 探測距離可達400公里 哇 那真的是全世界最棒的雷達了 然後呢 福建艦上面雷達 是跟動物的同款的 346B型的有緣相控陣雷達 有緣相控陣雷達 待會要請 將軍好好說一下 另外呢 還包括它集了 S跟C X三個波段的反隱身能力 很出色 這個等一下要好好說一下 因為呢 這個美國F35 它很強嘛 雷達是抓不到嗎 因為隱形的嘛 但是呢 它主要設計的是 規避X波段的雷達的監控 但是對於我們剛剛說的另外一個 S波段的雷達沒有特別設計 那所以中國大陸可以 S跟X的互相配合雷達之下 就把F35無所遁形 我們來看下一張呢 你會比較清楚 我們剛剛說的雷達的這一塊 這是動物上面的雷達系統 它就是有三個 你看 這是S波段雷達 這是C波段雷達 還有X波段雷達 其實這個福建艦上面 就是要搭載這樣子 其實我們每次聽到這些雷達 這些科學名詞嘛 我們聽不懂 我想說我用簡單的話 來講解給我們觀眾聽 這個我們最早的雷達叫做機械式雷達 我想大家在電影上面都看過 那種一個螢幕在那邊 一個綠色的轉盤在那邊轉 然後掃到目標的時候 它就兵亮一下 然後又掃到別的地方 它就洗掉了 再掃到它就亮一下 那個是機械式 所以你看到那個雷達是一個圓形的 它一直在那邊不停地轉 它掃到目標以後 它會出現 好 這個叫做機械式 那什麼叫做 有源證控項列雷達 其實最早的叫無源證控項列雷達 它就是說 我這一個螢幕在這邊 對不對 我不需要轉 我三次二面 我四面八達都有 包括美軍的神論艦 它就是這種雷達 它就是說我就不需要轉了 你不要說我今天看到你 因為現在戰機輸入很快 我這一秒鐘看到你 下次再看到你 你不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隨時都可以監控到你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這三個波段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想說我們 我用比較簡單大家聽說 我們一般看到雷達 看到一個亮點 我們大概只能看到二維 就是說你看到在那個方向 對不對 有一輛敵機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只知道它那個方向 那多高 你不見得雷達不見得 可以幫你判斷得出來 然後它飛行速度 你也沒辦法判斷出來 所以你只能二維 大概就是高度跟位置 你大概可以知道 但速度你不見得 能夠判斷得出來 那它現在這種 這種新型的雷達 無緣向 有緣向控 就是更新的雷達 它也就是說 我這個雷達 我隨時就可以監控到你這架飛機 不再可以監控到一架 我可以同時監控一百多架飛機 因為我四面 同時監控一百多架 其實包括美軍也是這樣 而且我還可以同時追蹤 就是我一直追著你 你的高度 你飛行的高度 你的方位 對不對 你的速度 我都可以掌握得到 這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隱形戰機在這種波段之下 它就會變成什麼 就像是說 原來我們希望說 我是一架飛機 其實肉眼看得到 沒有真的隱形 只是雷達看不到 對不對 那雷達其實它還是可以看到 只是說它目標顯得很小 比如說我這個目標本來像是 這個戰機那麼大的飛機 可是在你的雷達波上面 我顯示的只有像是 好像是小鳥 一個小鳥 或甚至只有一顆高爾夫球那麼大 OK 這就是它雷達的功效 在這邊像一個高爾夫球 你看到那是不是雜波 或怎麼樣 你不容易判斷出來 那它現在這個雷達就是說 我可以很清楚的判斷出來 就是你啦 你就不會像是一顆 小高爾夫球那麼大 你就是會顯示出來 你整個很大一個雷達 我就可以發現到 你顯示在我的雷達目上面 我就可以掌握到你 不但掌握到你這架飛機的位置 高度 還有你的速度 我隨時不但還可以偵察到 我還可以鎖定你 我的飛彈立刻可以鎖定你 所以它可以 我們剛剛看說 福建線這個Sense 它可以遵收到400公里 但是我特別要說 這400公里不是針對敵機的 針對敵機是用什麼 它有 將來福建線它有空景600 它是用這個來 那這個400公里它是什麼 是它軍艦上面為了自衛 它有很多的這種防空飛彈 就是它的這個艦隊空的飛彈 它鎖定目標以後 它艦隊空飛彈 在接近你400公里 你不管是巡弋飛彈 或者是你不要說戰機 戰機不可能進到那麼近 你在巡弋飛彈 或者是什麼 近近到我400公里 我就可以開始用我的飛彈 對你來實施射擊 甚至更近的話 對不對 我就的這個進破防炮系統 我就開始追蹤你打擊你 而且我運算速度可以很快 我可以同時追蹤好幾個 所以你飽和攻擊你 六個飛彈同時在攻擊我的話 我可以鎖定你六個飛彈 來實施攔截來實施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雷達的功能 在這個地方 大家我們不要認為說 一看到船間炮力 看到大核號那麼大的炮 覺得他很厲害 其實這才真正的是 軟性殺傷的戰力 才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這個很多的關鍵 都是如此的 你想要侵害 或者是對他進行打擊的話 不好意思 他有的32面的相控陣雷達 我都會鎖定你 然後進行相關的防守 那另外再來看到 說到的福建艦 也要特別提到什麼呢 上面就會放的是殲35 大家都知道 因為殲35 對標是美國的F35 那央視最近也公布了 殲15彈射起飛訓練的畫面 這是飛行員在彈射型航母上 進行殲15T的起降 未來當然就是殲15T 跟殲35要進行高低的搭配 其實殲15大家都知道 他非常棒 打擊火力不弱於美國的大黃蜂 執行中短程防空 還有反艦任務都很棒 所以未來殲15跟殲35高低搭配 將軍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用高低搭配 高低搭配好像一個飛得高 一個飛得低 其實殲35有一點 它隱形戰機 隱形戰機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它不能外掛武器 外掛武器來講 就破壞它的造型 所以它的飛彈都放在 它的機艙裡面 所以它的帶彈量自然就少 但它優點是什麼呢 優點是敵方雷達不容易發現到 我可以抵近再發射飛彈 那不管是對海對陸來講 對敵人的戰艦來講的話 它帶的可能是反輻射飛彈 就我直接先把你的雷達打掉 我幹什麼打掉 那後續來講 你當你 等於把你眼睛戳下掉以後 我再來進攻啊 我後面就是殲15過來 就是大彈卡車過來 帶一大堆飛彈 對你不管是對艦 對海對陸 我就後面這種攻擊 所以我覺得一個是 類似那種先導的一種 踹門的角色 另外一個是火力打擊的角色 我覺得 那叫強強聯手嗎 對 你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當我們是預測說 福建艦它的上艦的飛機會哪種 我自己研判是 這兩種飛機都會上艦 對未來來講都有 因為它已經都研發出來了 那這兩種飛機的功能性 完全是不一樣的功能 不一樣的作戰任務 在它們必須要搭配狀況之下 我覺得未來這兩種飛機 都會上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借口 我看你會做好群體健康